全球拼環保電動車試卻出現了台美大不同 美國試卻呈現下滑 台灣五年之內卻成長了35倍 那時候試駕完之後 我覺得它的效果反而比我的油車更好 所以我就衝動 也不算衝動 我本來就覺得電動車 是我一直很想要買的一個款項 兩年前入手的電動車 讓車主有了不同的駕駛體驗 如果冬天很冷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著這個 就覺得很溫暖了 然後會換暖氣 它真的會換暖氣 而且我們現在可能會開始換暖氣 擁有不同功能 電動車的小設計 增添不少樂趣 說到安全 車主也很滿意 安全性我覺得非常的好 我目前沒有遇到任何的問題 當初會選擇買電動車 詹傑翔也是經過再三考慮 第一個就是說 充電的部分 它其實電費比油價還便宜 那時候兩年前的油價 其實一直是高漲的 所以那時候我有算過我的電費 和油價如果在正常的一個工程 理程數的話幾乎是一半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它可以不用擁有燃料稅和牌照稅 那其實這一年下來也省了大概好幾萬塊了 那再來的話第三個就是說 它不需要像油車那麼長的需要保養 以前我開的油車 一年大概都十萬上下的維護費用 省下牌照稅維修費 對消費者來說 是購買電動車的一大誘因 現在很多人買車都會考慮是不是要買電動車 我們在路上也可以發現 電動車出現的比例是越來越高 電動車看起來是世界的趨勢 但是美國一家市調公司的報告就顯示 今年初電動車的市場佔比呈現萎縮 熱度也不如以往 報告顯示電動車市場佔比 從2020年2月的2.6% 上升到2023年2月的8.5% 到了3月份卻下滑到7.3% 其中考慮購買電動車的消費者比率 已經停在26.9%的天花板 因為我喜歡兩門的 又可以翻3月0 最近有買車需求的Austin 就是不想買電動車的一方 比較喜歡開比較快的車 然後所以我喜歡手排 汽油車的那種時間 其實早就發展出一套 比電動車還成熟的系統 所以我覺得 我目前還是會考慮汽油車這樣 電動車的充電設施不足 電價里程數 都是讓消費者產生焦慮的原因 30分鐘的充電時間 空檔要做什麼 遇到停電要怎麼充電 電動車暫時無法做成大型車款 打不進喜歡大車的客群 都是電動車的痛點 我也很喜歡開吉普 我們家在美國有一台吉普車 對那你開那種車怎麼翻3月0 就是你沒有辦法去真正帶全家人去camping 或者什麼的 美國的油價在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其實還蠻高的 而且是高到我們有點沒有辦法想像 那時候一直有說那個油價會一直往上漲 所以那時候我們是有考慮電動車 可是後來你看這幾年根本就沒什麼事 而且還一直往下跌 大多數60歲以上消費者 完全不考慮購買電動車 因為不願意改變舊習慣 但美國市場發現 33%的Z世代消費者 對電動車已經性質缺缺 美國的情況應該是這個剛開始的長先期 已經慢慢的消退 所以買電動車的人 都已經有購買的電動車 還在觀望的人 他們還是有很多的疑點 台灣的情況則相反 全台電動自用小客車輛數高速成長 2022年底達2.8萬輛 比2017年底成長35倍 台灣是屬於全新的市場 因為電動車來台灣 也才短短的三五年 現在台灣的年輕人 尤其現在的Z世代 有很多喜歡電動車 因為大部分都是喜歡他的這個性能 還有現在的年輕人 意識到這個科技跟軟體的結合 可以讓他的駕駛體驗更好 台灣電動車市場持續發展 方便性性價比 都會使消費者考量的重點 TVBS新聞 中英倫王浩宇台北採訪報導 對台灣來說 更棘手的是少子化危機 年輕人不敢生小孩 當然最大的問題就是經濟壓力 沒錢養孩子 擔任電商客服的劉小姐 今年剛結婚 雖然即將步入三十 但她不急著生小孩 認為生活壓力大 經濟無法附和的前提下 寧願不生孩子 就之前就是會聽到身邊很多人都會說 可能養小孩要負擔很多的費用啊 怕說萬一真的生出來 然後沒辦法給大家很好的生活怎麼辦 就會有點擔心 所以我覺得現在夫妻可能真的要 就是雙新家庭可能會比較能夠支撐這種支出 不只已婚夫妻不願生小孩 不少單身族未來一樣選擇不生 面對高房價高物價低薪的大環境 現在養一個等於以前養兩個 買房和結婚生子似乎無法兼顧 買房之後會有房大的壓力啊 那你生小孩之後同樣負擔了他的省域 不管是教育費用或是他的一些生活 看一下包含自己的 可能自己都養不活的情況下 還要養小孩又要養房 那其實壓力會蠻大的 大部分的同仁都有一個反應 就是他們覺得育兒費用 是佔他們每月薪資支出很大一部分的比例 其實很希望同事都可以放心的生養 然後也很安心的工作 目前是提供生育補助的話 最高是8萬元的生育補助 那在今年我們也在育兒津貼上 做了調整 也就是原本每月每胎 我們是提供兩千元的育兒津貼 在今年就拉高到每月每胎三千元 是一路補助到小朋友18歲 企業界也開始展開搶救人口大作戰 鼓勵員工多多生育 但生養一個小孩花費真的很可觀 年輕世代巨生的導火線 除了買不起房 工作太忙 怕錢不夠是主要原因 台灣年輕人不敢生小孩 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為經濟壓力 怕賺的錢不夠養小孩 人力銀行日前又做了一份調查指出 上班族普遍認為 夫妻月收入要10.7萬元 才有能力生養小孩 而且從出生到20歲 生養育基金要準備644萬元才足夠 雙性家庭已是養小孩的基本配備 但年輕人不敢生 不是只有經濟負擔問題 還有結構性因素 專家點出 台灣有公托有育嬰架 但保母難尋 公共化幼兒園難抽 生育條件不友善 導致不婚不生晚婚晚生的人越來越多 當媽媽或是家長想要找保母的時候 發現家裡的附近並沒有評價 優質又讓她安心的托育服務 萬一幼兒園抽不到 其實夢成度都會讓雙心無後援的小家庭 會擔心那生了小孩之後 小孩誰來照顧 現代的女性對於自己的職業生涯 也會談所謂的永續 我不想要因為小孩而中斷我的就業 那夢成度如果今天政府可以做好 圖育服務可以讓我有好用的 有心的彈性育嬰架的話 我相信更多年輕人是可以更勇敢的生小孩 台灣近年來人口不斷負成少 生不如死的狀況嚴重 但六都當中桃園出生率近年來卻大於死亡率 去年增加24144人 而近10年總人口則增加25.5萬人 名列六都第一 這當中有不少是來自雙北的拖北族 桃園現在是六都當中 最明顯是出生數是多於死亡數 人口在增加的 這個是大台北地區一個都市的擴散效應 但是在未來三年左右 桃園大概也會停下來 因為會擴散通常是年輕人會往外走 因為這個居住成本的關係 那麼有一天當桃園的發展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 跟台北是差異不大 那麼它這個擴散也會停止下來 面對不想生的世代 政府需要找出真正誘因 為台灣低迷的生育率尋求新的解方 TVBS新聞 顏瑞生劉彥宣台北採訪報導 然綠獵蜥的繁殖速度倒是恰巧相反 尤其在南台灣一個晚上可以抓到400多隻 在樹林間傳說自如 綠色的形態清楚可見 這是在南部非常常見的綠獵蜥 現在幾乎是在田間 林間都能看到這種生物的出沒 最近就是繁殖期嘛 繁殖期到了 然後就剛天去抓 就是也不知道自己也不知道會抓那麼多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 好幾隻綠獵蜥出沒 甚至跟鴨子一直搶食 南部綠獵蜥到處趴趴走 兩個小時就抓到20隻 甚至有人在台南一晚上短短4小時 就抓了400多隻綠獵蜥 高雄農業局也在大寮村附近 夜間出動抓了一大堆 綠獵蜥的數量真的很驚人 連續兩天出動針對熱點來進行巡查 一共捕捉了74隻大大小小的綠獵蜥 台灣的分布狀況啊 比較大比較多的族群是在嘉義 台南高雄跟屏東 那在中部地區也有一些分布 但是中部是比較新發現的一些族群 綠獵蜥學名每週獵蜥 頭尾全長可以達到一到兩公尺 說明可長達十年以上為雜實性 因為早期人為引進不當放養 造成大量繁殖 在台灣又沒有天敵 104年的農委會已經禁止引入新飼養 繁殖跟販賣 唯一者可以罰款一到五萬元 但綠獵蜥大軍早已入侵中南部 根據現在的調查 從他的胃裡面的食物看出來 其實他會去吃一些葉菜類的植物 或者是說瓜果啊 或者是深醉火龍果也有 所以在農業上面 可能會對農民的生產造成一些危害 可能是因為暖冬的現象 導致說這些蜥蜴已經沒有所謂的冬眠現象 所以在冬天的狀況下 他們還會繼續繁殖 可能就是會被他的口腔咬到 要不然的話就是被他的爪子抓傷 以及他的尾巴那個甩尾的力量很強大 前年有到八千多個 那今年呢到現在已經有一萬五千個 所以它的繁殖力都是加倍的 所以我們的很多的農 我們的農產品 在農人的這個經濟情況下 已經不斷地在下跌 綠獵蜥會啃食農作物 或在田梗或土地邊挖洞躲藏 加上數量越來越龐大 一次就可以產出好幾顆卵 這樣的情況已經對農民造成極大困擾 吃得很大隻 我等一下會比較小隻 吃得吃得到 有些菜煎的 隔天會吃得到 以目前來講 因為動不動幾十萬隻 那個大家扶不掉啦 萬丹的紅豆 他吃那個紅豆苗 那個少數幾隻就可以把那個 一塊田裡面吃掉五分之一 吃掉十分之一 為了防止綠獵蜥蔓延 地方縣市政府除了委外抓綠獵蜥之外 還組成獵龍隊針對綠獵蜥熱區進行移除 目前也進行藥劑測試 盼望能有效遏止綠獵蜥的繁殖 但是從110年開始 我們增加了移除的量能 就是我們補助縣市政府的經費也增加了 然後縣市政府的移除人力也增加了 所以從108年開始 那個移除的數量就增加很多 那現在每年的移除數量 都是3萬多4萬多 像去年就移除了4萬多隻 根據林務局提供資料 從108年開始進行移除綠獵蜥工作 108年當時一年移除8000多隻 來到110年已經增加到3萬多隻 今年才剛到7月就已經移除了2萬多隻 今年有望再創移除新高 專家表示綠獵蜥雖然外型看起來嚇人 但不會攻擊人類 若發現後可通報地方政府進行移除 抓綠獵蜥也是有一些技巧 那所以我們目前抓綠獵蜥的這些人 都是經過專業的訓練 然後由縣市政府去委託他們去捕捉的 政府委託專業人士去移除 其實他們是一個委託案 就是給他們一些經費去做移除 綠獵蜥大舉入侵 農民苦不堪言 盼盼盼盼多房管道 遏止繁殖 早日結束綠獵蜥噩夢 T月新聞劉華來民台北查保報導 不過詐騙案增加的速度 是在跟綠獵蜥比快嗎 去年有將近3萬件 全台灣只有6%的人沒遇過詐騙 李明著急詢問里長 家裡附近張貼許多瓦斯表單 到底該不該相信 還好基林先詢問 因為不久前才有鄰居上當 小孩都去上班了 阿嬤一個人在家 那瓦斯公司來檢查之後 跟他說你這個零件鬆掉了 要換 他也真的幫他換了一個零件 那這零件現場就收費 收了2200塊錢 詐騙訊息滿天飛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危機四伏 十一住行育樂 任何機會都能成為 不法分子的下手目標 從2017年以來 全台灣大約有2萬多件的炸雞案 而且這個案件 也不斷的在攀升當中 根據統計 全台灣只有6%的人 沒有接過詐騙訊息 這6%的數據我在想 是不是因為這6%的人 他根本沒有用手機 或沒有用電話 所以他接不到這通電話 我們常常都會辦一些大型的活動 不管是兒童節 或者是剛結束的端午節 等等 這些大型的活動 我們都會搭配一些派出所的宣導 甚至我們巡守隊的自貢 也都會告訴大家說 這些是詐騙 根據警政署統計 2022年發生共29702件炸雞案 總財損高達69億6159萬元 包含假投資假網拍 以及解除分期付款 是詐騙手法中的前三名 其中假投資詐騙案件數 雖然排名第二 但因為金額龐大 因此總財損高達34億2255萬元 位居第一 他會假冒名人 就是這種投資老師 或者是財經主播等等 然後透過他們的影響力 來這個 來跟民眾實施詐騙 那他們會透過這個 就建立群組啊 社群的方式 吸引民眾來加入 然後讓民眾加入之後呢 他再透過這個 養套殺的手法 來進行詐騙 詐騙橫行 警示帳戶也越來越多 根據金管會資料顯示 今年第一季 全台銀行 以及信和社警示帳戶數 達到96022戶 逼近10萬戶 比去年同期大增4成 這10年來更是分漲6倍多 目前是在跟這個 金融機構在合作 其實我們有發現 人口帳戶 他有一定的這個行為太陽 那我們會把這些太陽 分享給這個銀行機構 作為參考 那由他們來建置一個 類似AI的預警模組 然後我們希望 就是可以透過這樣的機制 可以先預先的防堵 刑事局和銀行 合作開發的鷹眼模型 截至2023年第一季 已經阻炸成功75件 金額達到新台幣8000萬元 一旦遇到賬戶異常 像是快進快出 或是長時間沒使用的賬戶 突然出現大量金流 都會跳出異常 遭到凍結 或是不准開戶 但也擔心 可能影響推動多年的 普惠金融政策 我通常有三種會受騙 結果第一種就是 我現在可能就是沒有工作 所以我需要一筆很快的 很快的收入 而且是固定的 第二個他可能是要找工作 那找工作的過程中 可能是他的這個賬戶 相關的存責等等被盜取 那第三種是我本來就知道 我要做的這件事情 就是要賣我的賬戶 因為銀行業者指出 不少僅是賬戶 和一些低薪流動性高的行業 新轉戶有關 但這些民眾大多 又屬於弱勢族群 具備普惠金融資格 如果拒絕開戶 將會導致他們 收不到相關補助 如果以長時間來看 凍結賬戶是有他的必要性 因為你可能會影響到 一家人沒錯 但是事實上 你有可能救到更多的 這個被騙的使用者 畢竟車手要領三款 必須經過賬戶 因此還是有必要 從賬戶著手 而販售人頭戶 因為金額高 但雖然誘人 也必須付出代價 行政院也通過洗錢 防治法修正草案 增定無正當理由 收集賬戶賬號罪 最終可以出五年徒刑 設法讓民眾 將詐騙 杜絕門外 TV媒新聞和這樣一些單詞 台語報導 而天氣熱口味變差 醫師提醒如果突然變瘦 肚子穴變大 要小心罕見疾病 骨髓纖維化 常見的症狀還有疲倦 倒汗活動力變差 耗發年齡的中位數是65歲 骨髓纖維化是造血幹细胞發生變異狀況 會造成骨髓內形成過多疤痕組織 由於正常造血功能失調 其他像是皮臟及肝臟 需要扛起部分造血責任 經常造成皮臟腫大後 引起的內臟壓迫症狀 根據研究顯示 60%的骨髓纖維化症患者 是由特定基因突變所導致 我現在只是不用骨髓纖維化的藥 我好像在 那會不會說 就是在體力方面會 不會 應該不會差很多 不會差很多 剛開始因為那個 類固醇你如果 剛停下來會有差別 但是因為你一天吃一顆嘛 對 一般我們一般人 體內一天大概可以製造一顆半 所以你剛開始會疊一下 但是慢慢自己身體會製造回來 積極配合醫師指示 接受治療 陳女士因為身體健康檢查 意外發現 罹患骨髓纖維化 讓她感到很震驚 在我平常的話 我的體力就是會比一般人的差 然後 後來就是我的血紅素 一直從十一開始一直往下掉 骨髓纖維化 對我來講 這個病 從我開始 當血腫瘤科的醫師 是沒有什麼藥可以治療 到最近 不僅國外有很多新的治療 國內自己也在研發一些新的治療 它是從 多血症 血甲板症 多症 還有原化性的骨髓纖維化 最後都會進展到比較嚴重的 那個所謂的骨髓纖維化 皮脹是在母胎裡發育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 它是造血器官 當我們骨髓壞掉的時候 它就有可能再回去皮脹造血 所以造成皮脹腫大 因此 骨髓纖維化的病人 醫師表示 臨床表現 肚子 會變大 那皮脹腫大造成的 人會疲倦 胃口不好 體重下降 皮膚癢 大概有常見的十個症狀 如果說骨髓纖維化真的嚴重的話 目前健保也有許多藥物去做一個治療 包括一些標靶藥 這些標靶藥 可以把這些不好的基因的變異 就是把它控制住 讓這個纖維化的進程變慢 然後造血精能相對恢復一些 然後甚至 有些病人在吃這個服藥之後 皮脹會有明顯的縮小 骨髓纖維化這個疾病 應該算是一個比較罕見的疾病 所以在台灣大概一年 可能才150個到200個左右 骨髓纖維化初期的時候 並沒有太多的症狀 可是血球在骨髓不斷製造之後 骨髓狀況原本是一個 可以滋養血液幹細胞的地方 卻被纖維化的組織侵佔 因此骨髓變得沒有太多的地方 讓造血幹細胞可以適當的工作 當造血精能慢慢減少 發炎表現會造成身體不舒服 包括可能病人會開始有一些冒汗 發燒 體重減輕 然後隨著造血精能變差 病人就會開始貧血 血小板低下 貧血的話就容易喘 然後血小板低下的話 就容易出血的狀況 甚至到後期的話 白血血會跟著降低 造成病人泥利會變得比較差 那這時候因為我們造血細胞 它總是要去找一個地方去生存 然後就持續做造血的機能 然後所以說這時候它可能會造成 我們的脾脹這些刺激的一些造血器官 就是變得更加腫脹 臨床上有不少病人等到脾脹 總大之後才就醫檢查 發現罹患骨髓纖維化 醫師提醒骨髓纖維化 可能會變成急性血癌 並有千萬別自行停藥 聽從醫主指示 務必定期追蹤 提高存活率 TVBS新聞 蕭英強 蔣志偉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